中超联赛早已落下帷幕 而转会窗口也随之开启 各支中超俱乐部都会针对性补强 因为下赛季中超球队将会达到18支 中超也很可能会再次繁荣起来 对此各支俱乐部早已摩拳擦掌 等候多时了 像中超新军武汉三镇 就开启了疯狂采购的模式 接连爆出引进西甲一甲强缘 可谓是相当有魄力 不过中超豪门上海海港也是不甘示弱 在传出队中王牌奥斯卡要转会巴萨以后 上海海港要从山东泰山队引进一名主力球员 据多方消息员透露 山东泰山队一名主力球员正在被其他球队追逐 关于当前泰山队内的情况 记者陈勇在微博上写道 目前是单个主力球员不是外援 不是郭甜宇可能存在不可预知的变故 大概率告别 另外记者苗圆也在微博上透露写道 山东队遭遇的事情别的队以前也遭遇过 翻倍工资挖冠军 上党传统操作了 尼鲁这周都在应对这些事 影员都顾不上了 毕竟维持冠军阵容最重要 从陈勇和苗圆的话中 可以看出上海海港已经瞄准了 山东泰山队的一名主力 至于是谁他俩都没说 但是从奥斯卡要离开的消息可以看出 上海海港肯定会找人代替他 而且上海海港当年强挖艾克森的所作所为 也是人人皆知 所以此事绝不会空穴来风 但是对于这些媒体人说话只说一半 大家是非常讨厌 当然了生米还没做成熟饭 谁也不敢说什么 我们接下来就探讨一下 谁会被上海海港挖走呢 不过首先说一下 人员流动很正常 这也会促进中超更加健康发展 毕竟转会费能为俱乐部带来收益 生存下去才是硬道理 就像拜人挖空得甲其他俱乐部一样 只要是正常的交易行为 无可厚非 要知道泰山队自古以来 就信奉铁打的银盘流水的兵 当年泰山队可以让正当年的苏茂珍自行离开 自己选择退役 把视作球队未来的王勇破卖掉 辅正薅俊敏 不设障碍的送走球队功勋薅俊敏 念其功劳 这也就说明泰山队没有非卖品一说 谁走都可以 从媒体以及球迷的分析来看 陈勇所说之人 很可能是今年刚刚转会而来的徐昕 徐昕在来山东泰山队 以前在广州队一直被保利尼奥 郑志黄博文等球员所压制 而严顶浩这些小辈对他也是很有威胁 所以今年在和广州队合同弃满以后 自由深加盟了山东泰山队 他加盟球队后 表现也是相当出色 很快就成为山东泰山队中场指挥官 也导致薅俊敏失去位置 为泰山队拿下双冠王立下汉马功劳 但是根据德转网站显示徐昕与山东泰山队的合同 是到2026年1月31日 也就是5年长远 而非此前传言的一案合同 上海海港会下大价钱买徐昕 我看未必 此时还不如去引进广州队的严顶浩 而且严顶浩还年轻 实力并不在徐昕之下 并且广州队现在忙于骨改 操作严顶浩还更容易 所以从金钱方面考虑不会是徐昕 而且徐昕在夺冠后球队的几次合影 他都在4位 而且他也在联赛后三轮比赛中 曾以队长身份出场 他去上海海港肯定不会成为队长 至少王申超 严俊明以及吕文军会压着他 在球队地位也不会太高 而在山东泰山队就不一样了 像山东泰山队自己培养的球员郑争 张驰 王瞳等人随和 而且山东泰山队自从树上退役以后 队长直直一直被外来球员担任 菲鲁能清训 像薅俊敏到现在的菲莱尼都是如此 郑争副队长 在去哪薪水都一样的情况下 徐昕会放弃现在的地位去上海海港 所以综合来看此人并非徐昕 还有球迷和媒体认为此人是金静道 要知道金静道虽然不是鲁能清训出品 但是他在球队的地位也是很高的 并且从他历年在泰山队的表现来看 他是一个归属感很强的运动员 30岁的金静道会去上海海港 他去上海海港会得到什么 至于说是吉祥 刘冰冰那就更扯了 吉祥在山东泰山队夺冠时 首拿江苏队围巾 被称之为有情有义 他现在就想做三性加奴 刘冰冰自己知道自己的水平 而且他的特点也决定 他不会成为核心球员 主力球员 只能是主力轮换球员 那么这名主力球员会是谁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探讨 喜欢的点点关注